又下来收车了,雨通B311,21年的车,23000公里 四条原厂胎,这个东西没有说服力 不一定能证明它有没有调表 这个痕迹太明显了,这个非常业余 这是螺丝孔,这里有敲动的痕迹 所以现在23000公里不做数 这不重要,我目测应该在4万多 21年嘛,应该在4万多左右 车长5米9,车高2米8,车宽2米03 上的蓝牌C本自动的,2.0T柴油 四座蓝牌C本,后驱后双胎 雨通的B311,车很漂亮,车确实很漂亮 就一个地方划分补器,其他全部原版 在进到车里啊 20度电,吓死人,这车有20度电 雨通这玩意厉害了啊 后置双人上下铺啊 后置纵窗上下铺 3000瓦的煙气,160升的清水箱 在四处监控,最高配 带天窗啊老板们 这些钢琴烤漆的面板啊 这就是雨通的工艺 来我们往后走啊 来来来来 大冰箱,KME的定时空调 这是库五轮机啊 大冰箱全新的啊 没用过 太不可思议了啊 全新 20度电 洗手间新的不像画 这是洗不出来的啊 双枪换旗山 一级是西宿开模的 全新的洗手间 床也没睡过人 我也不知道能买这些干啥 来看 嗯 漂亮哦 嗯 20多点啊 20多 江苏扬州 一个房车营地里收的车 呃 个人一手车 有些事情很神奇 看到吧 23091 但我不信啊 崔利明现在啊 拆戏的痕迹啊 不能信 这还是个个人一手车呢 想不通啊 哈哈哈哈 房车调表意义何在 这位七老板 金的一刀 金的一笔啊 哇 都自己下来搞了啊 你说你想得通吗 个人一手用户 他卖车前他把表 我估计四万啊 回到个两万三 没有意义啊 这车伴子来讲 他就是五万就是八万 那又怎么样呢 嘿嘿 叫他干啥呢 现在我们去南京最大的 嗯 那个基地啊 我们去把那个表回回来 看一下我的目测准不准 各位老板啊 再见 欢迎收看啊